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对患者的家庭和社会也都带来了很大的负担 今天我们就看看怎样来判断心血管的健康 一 血压正常 高血压并没有明显的症状 但如果一直拖延不治疗 就有可能引起脑粗中 肾功能衰竭和心脏病 因此心血管健康的第一项保障就是血压正常 正常情况下标准血压是80-120毫米拱柱左右 血压超过90-140毫米拱柱 则血压不正常 建议控制血压要采取综合的措施 心脑血管疾病患者首先要遵从医嘱 选择个体化的肩压药进行治疗 同时要调整饮食结构 限制纳眼的摄入 并适当地进行体育运动 二 肿党固醇 肿党固醇是指血液中脂蛋白所含党固醇总和 它包括油里党固醇和党固醇质 肿党固醇含量过高是动脉中央硬化和 血液性心肺肝疾病的危险因素 也是冠性病和脑出中的独立危险因素 正常情况下肿党固醇的含量要小于5.18毫米 三 保持身材拒绝肥胖 大家都知道肥胖可以引起很多疾病 体重超标或肥胖是糖尿病的第一步 而糖尿病是冠心病的一大危险致命因素 因此要想保证心脏血管的健康 身体的质量指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BMI指数 要控制在25以下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养生 关注本栏目《养生不迷路》